但没人躲不过的都就是寒流发威 气氧局持续发布了低温特报 一直到明天 北台湾几乎会笼罩在6度以下 非常寒冷的天气形态 气氧主播林依瑞进一步的为您说明 是 观众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 今天晚上明天还有后天 我们全台湾都会受掉寒流的影响 全台湾都是冷的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地外头的温度 6点多钟的时候 台北现在大概是在12 13度 而新竹台中11 12度 甚至南部地区也已经掉到了13 14度了 所以这一波寒流真的连南台湾都很有感觉 大家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 那东半部地区还有最南端的恒春 现在也已经掉到20度之下有19度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温度 如果你已经觉得冷到有点难受了 要注意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最冷在今天的深夜跟明天的一整天 尤其也要特别再讲中部以北地区 中部以北地区您看 其实降雨都还是持续的 所以气象局也针对了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宜兰地区发布了豪雨跟大雨特报 这些地方在今天晚上都是又湿又冷 所以感受上面你会更有感一点 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其他区域中南部的水气会越来越少 到明天就会很明显地转为干冷 我们也来看一下要提醒您 刚说最冷的时候不是现在 而且现在的温度相比明天还会有落差 等于说冷的会很有感 我们来看一下像今天下午两点跟昨天下午两点 我们做个比较 昨天很多人都会觉得怎么好像有点变暖了 变热的感觉 像高雄今天下午两点是15.3度 但是昨天下午两点这个温差就差了11度 还有像是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 其实昨天跟今天的温差都有8到10度 所以温降得很快 包含到明天也是一样 来看一下各地今天最冷的时候 或者是明天最冷的时候会是几度 台南一北地区 宜兰地区请注意 可能只有6到8度 而稍微偏东半部地区 或是北高雄地区这边的话 大概是8到10度 台东 屏东 南高雄也只有10到14度 马祖金门 澎湖 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6到12度都是相当冷的 我们要提醒您 这是指市中心的平均温度 所以如果您的家是比较偏僻 或者是比较偏乡 或是空旷处的 这个温度会再更低 像北台湾可能就会掉到5到4度 请一定要留意 还有西半部地区也得注意 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一定会有辐射冷却的状况 所以除了你刚刚看到 可能是10度以下的低温 还可能会出现5度 6度 这样子的状况 一定要注意 来看一下各地今天的低温排名吧 高山的话 多加屯的宜兰县因为高度够 所以在今天中午就已经掉到 -0.1度了 而在刚刚5点6点 很多地方明显转冷 尤其好多人现在在太平山追雪 等雪 刚刚的温度6点钟 最新已经掉到了0.3度 所以今天晚上在有水气的情况之下 是有机会下雪的 而平地地区刚刚您看 虽然说台北市的中央侧站是12度 可是好多区域 其实早就已经掉到10度之下了 像是您看台中的大甲 五谷的新北的五谷 苗栗的铜锣 还有新北的瑞峰 在今天的5点6点之后 其实都掉到了10度之下 这还不是最冷的 我们不断在提醒您 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未来的温度趋势呢 我们目前是在大概是这个位置 其实温度都还在持续掉 礼拜六礼拜日 我们是受到寒流的影响 这条粗线呢 是指北部跟宜兰地区 这个虚须线是10度之下 所以明天礼拜日 北部地区宜兰都在10度以下 中南部也没有多高 这条是15度线 所以就算是中南部的高温 明后天大概都只有15度 到了礼拜一上班课的时候 您看这边好像是升起来了 但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今天明天我们是受寒流影响 礼拜一是受大陆冷气团影响 都一样一个字就是冷 所以请一定要做好保暖作业 稍微看起来就是礼拜二好一点 但是再往后推也是冷的 尤其现在看起来在周三周四 可能会有今年入冬的 第二波寒流来接力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后也提醒您 这波寒流当然除了温度冷之外 还要注意一个就是强风跟长浪 包含在新北的富贵角稍早 已经测得了6米5高的长浪 还有其他区域风势也都很大 您看到这个等高压线图越密集 就代表风速越强 像是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已经刮起了10级的强阵风 包含台北市 像是北花莲这边也都有强风出现 天冷温降 加上有些地方下雨 风又强 是相当冷的有感的 一定要注意 最后就刚刚提到了 追雪的部分 很多人现在在拉拉山 太平山还有和欢山 目前看起来 今天晚上都还是会有水气 而且温度条件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如果降雪 我们都会随时帮大家掌握 时间交换主播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